当然现在很多人卖东西 唯一的通路很可能就是网路了 因此网路购物是越来越流行 衣服商品的竞争是格外的激烈 不只得靠模特儿的掺搭 摄影师更是扮演了关键角色 没错 不过在网拍界的摄影师 大部分都是男性 不过现在有一位超人气的正妹摄影师小猫 他原本自己也是被拍的模特儿 不过他现在转行成为摄影师 就靠着独特的女孩视角 不只模特儿合作起来更加安心 也成为卖家指名拍摄的摄影猩猩 俏皮酒窝 白皙皮肤 天赐人的笑容 白起pose 时而可爱 时而俏皮 好 很好 这里配合一下 有着模特儿亮丽外形的小猫 拿起相机架式部署给男生 还是正直的网拍摄影师 因为他领口这边有很多珠珠的特色 有洋装特色 所以坐下来的话 你可以拍他的坐姿顺便take到这里 然后后面的景色也会比较漂亮 15岁就踏进网拍圈 担任平面模特儿长达四年 也跨足电视节目 广告MV 不过私底下就很爱拍照 三年前决定转换角色 从目前走到幕后 但一开始可是困难重重 也很担心说别的摄影师 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 毕竟你从一个被需要的角色 变成同业竞争 而且刚出来其实坐证满心 因为价钱会比较低 连买第一台相机的钱都是借来的 还砸下60万打造工作室 但就是因为曾经当过模特儿 又是在摄影圈少见的女性 在网拍界特别失香 一般男摄影师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说 要把衣服拍得漂亮 可是因为小猫她以前当过模特儿 所以她会去找到模特儿最漂亮的角度 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细心吧 虎尔相传累积名气 小猫从已入行时薪只有800 到现在整整飙升三倍 工作天天满档 甚至同一时间接下两个case 一天几乎睡不到四个小时 我有一次去拍了13个小时 我真的回家都快爆病 以前当model你拍完照 一天八小时没事回家就放空 当摄影之后就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回家之后还要盯在电脑前面 然后可能持续那一个姿势就是这样滑鼠 然后一直弄弄弄弄弄弄很长很长 大概五六个小时 虽然辛苦 但把模特儿跟摄影师的薪水摊开一笔 刚入行的模特儿一小时大约500元 摄影师800出头 二线等级大约1500之内 一线模特儿时薪最高顶多2500元 但摄影师最高可以喊到4500元 除此之外也可以接下婚纱工作 或者是朝商业摄影迈进 比起模特儿要随时维持良好仪态 摄影师发挥的舞台显得更大 网拍行业竞争超激烈 掌修薄利多销 一套套的衣服 透过模特儿跟摄影师的魔法加工 配上布景点缀 就成为刺激买气的法宝 也打救出另类的网拍经济 记者正全知名话 台队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